今天全国各地几乎都是好天气 但是你有注意到 呼吸道的空气品质到底好不好吗 上午台大多名的教授跳出来 指出台湾的空气污染相当的严重 拿出实验证明 历经小于2.5pm的悬浮为例 对人体有害 呼吁相关单位要重视空污的严重性 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没有 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见过哪一点的 你见过白云吗 没有 前央市主播财静自费拍摄纪录片穹顶之下 揭露中国大陆的空气污染有多么严重 获得广大回响 而和中国大陆如此接近的台湾 空气品质也越来越差 你给老鼠吃像我们一样 吃很多高脂的食物 那这个老鼠它吸到一般的空气的话 的时候它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这样子 然后再吸到PM20就几乎要堵塞 就是好像人要心脊梢塞一样 台大教授找来学生戴口罩排排站 拿出实验证明 大气悬浮微粒会造成呼吸道发炎 特别是超细粒进颗粒可以深入肺部 可能藉由某种对心血管的作用 造成冠状动脉疾病 或影响自主神经系统 造成心律不整及心脏病发作 尤其是居住在低楼层的民众 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更严重 在低楼层的铺路会比中高楼层的铺路 高大概10到20% 你住的比较低 基本上你的铺路到交通排放的 或是地面上阳城的来源的拼2.5就会比较高 专家质疑台湾悬浮微粒管制不够严格 纽西兰目标为平均不得超过10维克 和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相同 而美国12维克 台湾却是15维克 管制相对宽松 要怎么样让中南部的空气好 这几家火力发电厂也都要改变 也就是说不可以继续烧煤 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专家点出台湾人活在油和煤造成的空污里 提出警告 要相关单位重视空污 还给国人新鲜干净的空气 玉丁TV 林天佑 李宗宪 台北报道